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三原师品对于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2013年1月20 北京下了一场雪 多少减缓了一些北京的空气污染 但是就在这一天 北京人意的一位老艺术家 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享年86岁 很多熟悉他喜爱他的朋友都说 老先生是踏雪而去 到天堂里去开茶馆 他就是曾经在画剧茶馆里面饰演王长桂 在龙须沟里面饰演成疯子的人意艺术家于世之 于世之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 1927年7月出生于河北唐山 1946年开始画剧生涯 成功塑造了龙须沟里的成疯子 茶馆里的王长桂 骆驼翔子里的老马等众多经典艺术形象 被誉为一代画剧大师 在街面的混乱是人缘最要紧 我就是一切都按照我父亲的老规矩 多说好话多请安 好个人而喜欢 那就不至于出大刹子 哎呀 您这坐坐 我给您七八千尺茶 我不坐这儿 也不喝茶 坐坐 有您在我这儿坐着 我脸上有光鸣 也好吧 来 来 坐这儿 来你呢 2013年1月20日 于世之在北京协和医院新市 享年86岁 众明星得知消息后 纷纷赶往悼念一事 从心目中真正的大师最后一程 于世之至此走完近七十年的艺术人生 今天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搭档 周群和我共同追忆我的老师 也是长辈 是朋友 同时也是亲人 于世之先生 欢迎 老师好 特别高兴能够和您一起主持今天的节目 不是你是嘉宾 不是 我是这么想的 您跟于世之先生 关系这么好 这么默契 很多故事其实要从您嘴里说出来 我就作为发问者 干脆我来主持您做嘉宾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啊 行吗 好 那就是 我就上座了 你就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那个 不客气了 我这个你到时候完事还得还给我啊 这是我的节目 这个是有文必答 真实的 你就回答那个答就可以了 真好 其实今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严肃的 而且挺深情的一个节目 因为我们要追忆于世之先生 你说这个深情 我同意 但是说严肃那不一定 因为于世之先生自己其实在生活当中啊 就是一个非常诙谐乐观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我们搞得特别沉闷 特别严肃 他会不喜欢的 对 他不喜欢 好 我们来说说于先生的作品吧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茶馆里的王掌柜了 您说说您当时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相信肯定不止一次看过 哪场戏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哎呦 那他也过了 茶馆我虽然没有参加演出 我也没有甚至当这个戏的副导演或者什么 但是这个戏我完全可以背下来 从刚一开始 从铺到尾所有角色你都可以演 那只能看太多遍了 茶馆本身就创造了一个中国话剧的一个记录 就同一个演出 同一帮演员演400多场 这是记录 我发现就在他演的400场当中啊 他还在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加新的东西 小王 你这房钱是不是得给我网上提那么一提呢 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 可还不够我喝茶的呢 哎呦 您说的对 太对了 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呢 您把管事都判了来 我跟他商量该整多少钱我一嘴招办是不是 你小子比你爸爸还滑 您等着瞧吧 咱们有一天 我会把这个房子给收回去 您别吓唬着我玩 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 多么心疼我 您绝不会看着我挑一大绿茶壶上 街上买大碗热茶去 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不光是我 我相信比我看的场次再多的 还是大有人在的 比如我的好朋友姜文 姜文跟我是中学的同班同学 我们两个都是戏剧爱好者 所以呢 茶馆当年 姜文当时就在做学生的时候 在经济极度窘迫的情况下 还不停地去茶 去居然看茶馆 您也特别不客气 他经济那么窘迫 您偷偷把他带进去不就得了吗 我也是溜进去的 你以为是带 可不就我带进去 刚刚我们说到茶馆当中 姨老师的表演 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 一共就三场 我就说您印象最深的 他表演的 反正我从中有很多学习到的东西 举例的说 这还是姜文指给我看的 我们俩一块坐底下看戏的时候 每一刀他说 姜文就简直分寸好得太好了 有一场戏 王掌柜拦住一个国会议员 然后就说 为什么这外头兵花马乱老打仗 给他讲 其实王立发也听不懂 但是陪着人讲 听 这国会议员说 今天是张大帅 打王大帅 打王大帅 是 明天是王大帅 打李大帅 是 他们为什么打呢 是 不是 为什么打 这典型的就是我们喜剧里用的 这叫吃了吐 一句之老师用的那叫好 你看 今天是张大帅打王大帅 是 明天呢 是赵大帅又打张大帅 是谁叫他们打的 是 他说 他说是 他说是 是 是 洋人呢 这个我不推明白 你慢慢的就明白了 总有那么一天 你 我 都在做 王国奴 我干过革命啊 我的话不是随便乱说的 那 崔先生 您就不能够帮着我们 出土主意 咱买卖力气 别当王国奴 我年轻的时候 就以天下为己任 你确那么想过 现在 我可看透了 中国 非往不可 那你也得死马蛋活马制 死马蛋活马制 那是妄想 死马 不能再活 活马可早晚得死 然后这时候呢 小王就等着 看着你 使这个 是是是 不不不 为什么 你们是百看不厌 就等着这个 英达导演 那您觉得 在后来 您导演喜剧 包括出演一些喜剧作品 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 太受影响 我没法现在具体说 说我这一块是学在他这 那一块学在他呢 不是 它是个整体的东西 而且呢 我 我拍完完我家之后 得到于事之大的肯定 我觉得这个 就像我 这么多年啊 最后交了一个作业 或者一个毕业论文 得到导师的肯定一样 我很好奇 当时他是在电视上看到了 还是在播出前 您就拿给他 于事之老师那会儿已经生病了 他这个病啊 也非常讨厌 他等于是 语言中说啊 受到了影响 所以他说话有困难 说别的话还好 就是当他说到一个专有名词 比如说 比如说有文必答 他做那个节目 你说那节目叫什么 他只能这么说 你得提醒他 你说的是有文必答 对 有文必答 总之呢 我去家里去看石子大道 然后 他见我还高兴 好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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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东西太好 你弄那个戏文 我爱我家 对对对 里边那个谁 太好 太好 谁啊 这那个 我说您说的是石研画卷 对对对 文兴宇 对对对 太好 我说怎么个好法 好 其实我想于先生 让他的肯定肯定对您 太重要了 对 而且吧 我都能感到啊 就是他看这戏 他觉得好 他觉得像 他觉得有意思 觉得逗 其实他特别想演这角色 如果不是他当时病成那样的话 你会邀请他的 哎呦 我觉得啊 我觉得 我从我父亲的传承和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在 我从试之他的身上 不管是他有意跟我说的 无意间流露的 还是他的作品 跟我父亲传过的东西是样多的 其实说到现在的演艺圈 很多演员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并没有把演戏看得那么重 反而是把成名 包括炒作看得特别重 我不知道 于先生当年是什么样 他是特别不看重这些的 这么一个人 很淡然 他太淡 他就喜欢演戏 他就天性喜欢演戏 我们现在有很多演员 拿到一个剧本 是吧 先看看我这人物是男几号 或者女几号 然后看我这有多少场戏 就开始看 拿着一根那种黄色的 我们叫什么笔 荧光笔 荧光笔 然后就找自己的台词 画出来 这是我 词词 两行 然后再往下看 这又我一句 三个片 这是我 这是我的画 这是什么 很好的演员 到我这演戏 他就没有这个习惯 我说得 我一看他演的 就知道不对了 他就是旁边的一场跟他有关的戏 他都没看 我说你这个你没有注意到你那后的 后的这人死了 那我就不能这么演了 其实他也明白 但是大家都没有这样一个习惯 你想那个戏演出来得什么样 但是像于是之大是这样的人 他是拿过一个剧本来 不管自己演什么 先看 甚至他可能看一些自己眉眼的戏 我在那个书的所有 不光是《非夜》上 是每一个剧本的天头上 我都看到有于是之自己的 就是注释 或者是自己写的读书笔记 心得 心得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 里面的人物 前面突然问他一个什么 然后于是之会在旁边写上说 画风一转 深刻 把一个情谈号 就是他对于剧本的分析 包括从结构上说 说这句 比如说他 我看有夜上写了 说这句话 他得画一道线 就把前面第一场的哪一句 就接回来了 你觉得什么原因 造成现在的演员这么浮躁 而且我觉得 好像整个感觉 不能沉下心来创作作品了 因为现在节奏太快 尤其是现在的物质回报 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不是好事 近年来 随着影视业呈现出的大繁荣态势 娱乐圈出现了明星片酬疯涨的局面 当有胜者单几片酬已经直冲百万 如此惊人的数字 相对于老艺术家 单场话剧最多千元的酬劳 道理是演技提高之后的肯定 还是利益唯一后的虚假繁荣 前一段时间开始 在山东哪里开的一个导演的会议 大家都提出 演员的现在片酬太高 一部戏大部分的费用 都被演员拿走了 您在拍戏的 现在这个拍戏的途中 是不是也遇到这种情况 您要高价吗 反正太低了我也不能去 不然的话 显得我也答应 对吧 但是太高了你也不该要 因为你当过导演 知道导演的难处 对不对 我现在 我已经跟师师大的这样的人 就不能比了 但是我起码 受他的教育熏陶 我还学习他的榜样 遵守着这样一个底线 那就是 就是说 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首先尊重导演 我不会自己修乱改戏 让我干嘛 我干嘛 另外呢 我不耍大牌 反正我在能够保证 自己尊严的情况下 我尽量 但是我跟 就跟于世之老师 当年的那些个 那是不能比的 当然也不是同一个时代 对 但是当时人拍电影 比我们现在接任何一个电影和电视剧 都要大很多很多 因为当时全国就这么几部戏 对 我觉得当时这个作品好 也是因为我们这一年 有可能只拍这一部片子 现在你看到演员 在签协议的时候 我这个剧组只能留五天时间给你 五天必须把我的戏抢完 从来那会儿没有这些 对 对 现在就特别麻烦 尤其像余大师这样的人 那只谦虚 在剧组里 比如说他曾经 他有专用的洗手间吗 没有 有房车吗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专门的化妆师 化妆师 五星级的宾馆 如果不是需要粘胡子 他所有的妆都是自己画 我们剧院的化妆间里边都是一排老艺术家们 自己朝着镜子自己画的 他们没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个化妆间 于是志老师在演茶馆的时候 他的那个化妆间是单独的 但是所谓单独的是因为他特别小 里边只能坐一个人 在那个楼道的尽头 所以里边就他就一个人 这个都不是 都不是说演员自己 说签的合同也说 我必须每天保证什么什么 没有那回事 我前两天刚做一节目 我听到有一个制片主任跟我抱怨 他说拍了一个偶像剧 你知道那女演员有多麻烦 我不说她的名字 我很震惊 他说这个女演员要吃好的 必须是从那个星级宾馆叫来的餐 不吃盒饭的 然后呢 妆法要全部到位 而且热了不能拍 凉了也不能拍 最后这个剧组 就是五六天来 他只拍半天的戏 然后就逛街去了 自己去玩去了 所以整个剧组就耗着等他 但是又不敢发火 导演也要哄着他 因为他一旦走了 前面已经拍了一半的戏 你怎么办 所以非常为难 我说你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群姐你不了解 现在整个的演艺圈是很麻烦的 这一个防荡现在就这样 对非常麻烦 你要捧着演员 你大部分的钱拿给他了 你还得求着他 一群经纪人啊 多麻烦 您现在有几个人啊 您现在带几个人 我啊 我我有个助力 就一个人啊 太没势子 我都带好几个呢 那你看 今天英良老师 不仅仅您要在这儿 跟我们一起追忆于先生 而且我们请到了于先生的 几位朋友和晚辈 也来到了现场 没告诉你 给您一个惊喜 我们看看是谁好不好 来 掌声欢迎 欢迎三位 金雅琴阿姨 你还来了 有点请啊 来来来 金雅琴 著名表演艺术家 2005年 年过8学的金雅琴 凭借在电影 我们俩中的精湛表演 获得了第25届金机奖 最佳女主角 和第18届东京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成为中国年纪最大的双六艺术 那我就又在我这个位置上就做了 对对对 但是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来介绍一下 那中间这位 是我们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 也是我从小叫阿姨的这个 金雅琴阿姨 金雅琴阿姨 欢迎你 金雅琴阿姨啊 跟于是之大的 不光是同事 他们也是同乡 因为他们都是 等于都是天津的 都是跟咱们天津有特殊关系的人 所以特别熟了 这是她的女儿 牛享玲 坐着最那边的是她的帐篷 她是郑基尹先生的 推展 天津西亚光老师也来到咱们现场 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 就是说 于是之是一个伟大的人 但他这个伟大的人 伟大的演员 不是就横空出世 单独出现的一个个例 对 我们北京人艺 像于是之大道 像金雅琴阿姨 包括我的父亲 包括牛老师的父亲 也就是金雅阿姨的丈夫 以过早艺术家 牛星丽什么 他们这一拨人 都差不多 只不过于是之是他们当中 更加突出的一个 就我举一例子 我妈曾经接过一个戏 那戏里边 她演那个人 一个老太太 上去就死了 就这么点戏 后来她非让我给她 读两个小时的剧本 我就不给她读 我说我别让她读 我说你上去就死了 你读什么剧本 她说我得知道 我为什么死她 对 这也有多种死法 是吧 对 我不能死错了 我想问你金雅阿姨 你看到现在 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其实和老艺术家们相比 他们在创作的态度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过去这老演员 在创造角色上说 不管是大戏角色 还是小角色 都是一样的对待 于是 她已经变成很有名的大演员了 但是我们剧院 当时要排一个戏 叫骆驼翔子 她剧院写了很长的报告 深庭演什么呢 演一个群众 就一句话 老马 就是什么呢 天很冷 她赚了钱了 她带着小孙子 她就买了几个包子回来 然后她跟小孙子说 爷爷就吃一个 剩下都是你的 就这么一句词 但是她非常认真地 创造这个角色 这就是老演员 跟现在年轻演员 不同的地方 现在年轻演员 总想演主要角色 演戏多的 戏少的就不愿意演 其实这是不对的 创造人物 不再戏多戏少 就看你是不是 努力把它演好 这是主要的 其实我还知道 一个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 有很多这个影视界的颁奖礼 我也参加过不少届 实话实说 其中有很多 我自己都觉得 很吃惊的情况 比如说 有一些演员 他会指定 要某一个级别的导演 或者演员 给他颁奖 他才接受 我觉得听到这个 我其实都很吃惊 你们演艺界 其实挺麻烦的 对不对 连我们演艺界 而且她有的事 有的事 真的让人特别悲哀 就我陪我妈去三亚 去参加 那个一百年 那个电影的 那个 然后前面有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演员 那毛衣刚这么一呸 就有一个小伙子 一溜小跑 拿一 折叠小台灯 啪 就搁在这儿了 然后这边 有一女孩 拿一本画报 唰 就搁在这儿了 但是我就傻了 太恐怖了 二十多岁 你凭什么 让这么多人伺候你 佳姨 您看到现在这个年轻演员的这样一个情况 工作生活的状况 您有什么感觉呢 太过分 我问您一个隐私的问题 当年您拍我爱我家的时候 对 英达导演给您多少片酬 那没多少针 我跟你说 英达 你是碰上一时载人 你要是再去请我 我肯定说 片酬太少了 长点我就回去 金阿姨 现在我跟你说 很多演员 把一部戏的大部分钱都拿走 高片酬 您怎么看这事 我说话嘴之爱德的人 我说我是 听说有一个演员 他一集要三十万 太过分了 简直的 我说我们老演员从来不讲钱 剧本好 导演好 钱多少 无所谓 就演 从来不计较 这钱多少 不计较 但是现在年轻演员 不管剧本好坏 导演好坏 他都不问 给多少钱 钱够了 我就给你演 而且还不是在一个组 还跨组 这作演 那作演 我排过一个戏 叫 一日夫妻百日恩 让我演一个痴呆的老太太 就三天 戏不多 我一想 我八十多岁了 一辈子 没演过痴呆老太 老人 我说我得演 我就接着这个戏 有一个演员 也是个名演员 演我孙子的 他跨了三个组 为了赚钱 结果跟我对痴 就两句话 痴都说错了 我一生气 轮圆了 改个痴一巴掌 我说你 我说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你干啥呢你 那孩子回来 跟他副导演说 我得好好摆痴了 我奶奶咋我了 我女儿还告诉我 我妈 他也跨读读 万一词上说不对 你可别批评人家 我说没批评 我给了他一巴掌 听到有些年轻演员的不敬意 年近九旬的金亚青 表示出强烈不慢 这与老艺术家们的执著相比 犹如天壤之别 一九九二年 于是直患病 语言中书 严重受损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仍然出演了话剧茶馆 这也是他初次登上话剧舞台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口误 让于是直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演出结束后 于是直在一个白色的T恤上 写下了一句话 感谢观众的宽容 就在这次羡慕之后 于是直永远地离开了舞台 他患病之后 你们有去看过他吗 看望过他吗 前年我们俩就去医院了 那时候事实到已经 已经 已经就是叫 大家管的叫植物人 就说躺在那已经十多年 什么都不知道 谁也不认识 谁去不去他也不知道 已经是这个状态 但是那天有一个奇迹 让他说 我一进去一看 他那种状态 本来就心里挺难受 那么一个大演员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个 师师叔叔 我说我是娇俊的儿子 娇世宁看进来了 眼睛呸张开了 而且左眼一点泪 就是 滑下来我们俩当时都惊了 心里明白 而且我相信 即便是他离开我们之后 他应该也在爱着这个舞台 看着这个舞台 我觉得节目的最后 我们几位分别 对在天堂上的余先生 说一句自己心里 最想说的话好吗 我相信这一刻 他们在天上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I wish I would save you I wish you good but it's so good 感谢观看